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來到了這一鍋的吃到飽 蠻多人敲碗說想要看我開箱這一間的 那麼這一間的話呢 我是完全沒有去吃過的 它有一般的這一鍋 然後也是它是屬於單點製的 然後他們最近在西門町新開了一個 就是吃到飽模式的這間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然後因為我有看到那個國動有拍 他說很好吃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看看 那我們今天是訂晚上八點 它的價位的話呢 晚上跟中午還有假日的話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今天打算是點到他們最貴的價位 據說裡面還有生魚片 等等就來看一下整個好吃不好吃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看看 非常的詳細 我們點的是最貴嘛 所以它這個茶呢可以無限序 我今天希望是可以都喝到了 然後我先來一個奶蓋好了 因為很久沒喝奶蓋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我先把這邊肉品加點 先點一點好了 畢竟我等一下 我先從貴的點 它剛剛已經幫我們點一遍了 所以我再點一些海鮮好了 肉跟海鮮都吃 好的現在來到自助吧 我就靠這邊講好了 我發現說它的自助吧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大 然後它菜色感覺比較少一些些 我發現說他們這個 這一杯飲料其實還蠻大一杯的 因為它好像就是下一個價位的話 它是只有提供一杯啦 一個人的話 所以其實好像一個人喝一杯就夠了 來這裡喝到飽這個的話 好像也不太划算 先吃生魚片 然後它的話一份生魚片是兩片 等於是說 如果你是在沒有最最頂的價位的話 它是一人只會給你兩片而已 好我先吃一下生魚片 好我剛剛吃了它的這個生魚片 欸還沒講 可能再吃一片 就是不會到很雷的那種鮭魚生魚片 但是就是跟外面那種一般吃到飽 那樣是漢來海港啊 新葉啊什麼的 他們提供的這個鮭魚好像差不多 大概是這樣 喝一下這個奶乾 奶乾鹹甜鹹甜的 然後我是點那個荔枝紅茶 也有淡淡的那種荔枝味 還蠻好喝的 就在手搖飲料的話 跟外面買 這樣子一杯可能也要60喔 奶乾這麼貴啊 好的各位 剛剛換了一個位置 想說煙應該是比較會往那邊垂 欸往這邊垂 所以就換了一個位置 我們現在喝它老火湯 它還有點厚厚的感覺 不難喝欸 有點像是那種豬肉的味道 再喝一下它有昆布 昆布味蠻重的 然後你畫一槓的話 一份的海鮮的話 這邊我剛剛都是點一份的量 一份的話就給兩隻蝦 然後一份的鯛魚是三片 然後一份的這個小捲的話是一隻 泡麵 你說這個老火湯嗎 喔 感覺是什麼粉調出來的吧 就好像在哪裡喝過的樣子 有點像是那個 萊克嗎 豚骨味是不是 我們先來算一下澳洲和牛雙醬 它這種比較高級的肉 就算一下子就好了 和牛就不要吃全熟 我們要吃 尾熟 其實它這火滾的沒有到非常大 澳洲和牛雙醬 什麼都不沾 只吃一下 肉感非常的十足喔 然後每咬一口 它都會給你一些些的回饋 但它有那種澳洲牛肉 獨有的那種酸味 再試一下這個澳洲和牛雪花 也是蠻大一片的 一秒 兩秒 三秒 和牛要吃嫩嫩的才會好吃 這款吃起來就比剛上一款 來的硬實一點點 但是也是算嫩的 然後也是蠻多菊 沒錯 來吃點菜 綜合一下 它那個油膩感 好 那我們來吃一比例豬 對 一比例豬 它跟我說可以不用吃全熟耶 對他們的肉還蠻有自信的喔 沒有到很熟 還有點略紅 也是嫩嫩的 但是如果有在吃牛肉的話 我還是建議吃牛啊 這個豬就沒有來的當牛肉來這麼好吃 好 下一款豬 這個是松阪 松阪也是最貴的價位才有 把它放進去 那松阪的話就要吃全熟 那基本上 別間火鍋店我也有吃松阪啊 都是這種脆脆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它這邊的松阪OK不OK 好 接著我們吃這個 498價位的牛肉 雙醬雪花牛 哇 差很多耶 貴的跟這個便宜的 這個肉吃起來就比較柴一點點 然後脂肪的話 就直接大大的給你一整塊的脂肪 吃起來的那個油膩感就是很明顯 然後柴的地方很柴 看一下搭配我自己調的醬汁 吃起來會不會比較好吃一點點 有啦 有比較好吃 好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也是498的價位的 這個1983豬五花 松阪豬 最貴價位才有的喔 還好耶 怎麼辦 我有吃過別間比較好吃一點點的 這間的豬肉 目前都沒有特別經驗的 來吃這個498價位的豬肉 滿Q彈的耶 它那個豬的油味 也相對的非常的明顯 可能要加一點醬料來蓋過它那個油味 好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小卷 它應該好了 試一下它們的海鮮鮮不鮮喔 還有鯛魚 鯛魚就一般 就是常見的鯛魚 不會到經驗我或是很雷這樣子 對 一般店裡面會出現鯛魚味 就很細緻 然後 對 差不多這樣 再試一下小卷 它小卷厲害了 有汁耶 它裡面有那個小卷特別的味道 海鮮的鮮甜味是有的 超燙 小卷OK 好 接著試一下 怎麼夾不起來 他說特別招待我們的 然後 對 可能大家來會沒有 不過我就吃看看 這個我第一次吃耶 他說它是一種豆皮捲 欸 怎麼丟下去很像那個衛生紙啊 丟下去幾秒鐘就可以吃了 完全沒有吃過 第一次吃看看 喔 豆味很明顯耶 有點像是在吃 真的很像那種豆漿 然後 它是真的豆子磨出來的 它你放一陣子的時候 它會有一層薄膜 完全一模一樣 只不過它是變成是熱的版本 對 然後他說它這個旁邊還有這個 應該是墨魚的那個墨雞 你可以再做一些畫 等一下我們就交給就是 很有藝術天噴的攝影師好了 你來幫我們畫一張 來試一下豬肚 好 豬肚是還蠻脆的 但是它就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因為它那個豬味道沒有特別的明顯 有可能它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吃那個豬的臭味 然後剛試了一下他們的蔬菜 其實也都算是有新鮮啦 只是可惜的就是 種類的話好像比較少了一些這些 好 我們試一下這個花椒 因為它藏在裡面 剛翻了一下才找得到 他說就是魚的一個精華 然後富含豐富的膠原蛋白 所以愛美的女生知道怎麼吃了 然後Q彈彈 還蠻特別的啦 我聽說就是如果你去這一鍋 不是吃到飽的喔 就是你要特別去加醬 所以這邊的話吃到飽的話 如果很愛吃花椒的人 應該是非常的划算 那我個人呢是覺得還好 所以我可能個人會比較喜歡 肉好吃然後自助吧種類豐富 這才會是我的那種 吃這種火鍋吃到飽的一個指標吧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這一塊的 那我現在再來點一下 就是最便宜的價位會有 我自己啊 我先覺得最便宜的話 真的是還蠻吸引人的 因為如果以中餐來說的話 一個人只要426 然後他的這個自助吧都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他自助吧就是 除了菜少一點的話 其實那些暗的飲料機 其實還算蠻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聽果凍說 他們這裡的雞胸很嫩很好吃 對我來說我常吃那種吃到飽 然後我其實每天也吃很多雞胸 所以搞不好這以後可以成為我 很常來的地方 我們就來看他雞胸表現如何 好的我們現在要來試一下這個 雞腿肉 這應該是最便宜價位有的雞腿肉 其實蠻好吃的 喔 雞腿肉表現不錯 他那個瘦肉有結實的感覺 又有一點油香 是還蠻合格的一個雞腿肉 哇 一般人來喝這個 一杯應該就飽了吧 因為液體其實很佔空間 真的 很佔你胃的空間 直接把花椒下滿 然後看一下會不會下很多之後 他真的有喝起來黏黏的 好的各位 我目前最期待的就是 以這個最便宜的價格 388可以吃到的東西 會呈現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他是現午 欸 午餐 還是晚上 晚上他也是388吧 對吧 總之我們就來下一下雞胸肉吧 一份的話他是兩個 再吃一下這個牛肉 這是最便宜價位的牛肉 其實還蠻大一片的 吃一下 哇 他是不是有特別幫我選過 還蠻漂亮的 還蠻漂亮的 啊 好啊 謝謝 我們是老火跟 跟昆布 我們來試一下培根牛 真的培根牛跟外面以往我常見到的培根牛不太一樣 一般的話 我是那種像是真的像培根的那種 就是肥瘦非常的明顯 這個的話就是好像是瘦肉的部分 比較多一點點 直接給他嘗試看看 哇 瘦肉好硬 我再給他一個不是這麼熟的機會 不過吃起來的話呢 他的那個牛味是非常的明顯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熟 因為煮太熟了 有點硬 有比較來的軟Q一點點 不過還是沒有那麼好養 對 但是也不能嫌棄什麼 畢竟他是最便宜的價位 所以開心 然後我們再試一下最便宜的豬肉 那與此同時我們的雞肉應該好了 這個是雞腿 雞腿我剛吃過了 我們來吃雞胸好了 雞胸肉 光看外表 我剛其實要煮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說他外表有點滑嫩滑嫩的 就一層薄膜的東西 肯定是跟外面的雞胸不太一樣 吃一下 真的不難吃耶 它可以做得這麼嫩 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自己吃雞 算是還蠻常吃雞胸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胸 算是我會很喜歡吃的一種 所以好像我來的話 388就是來這邊 光吃雞胸 好 我們再來吃一下最便宜的豬肉 它最便宜的豬跟牛好像都不太行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點乾柴 這時候要放那種有苦針的音樂 然後 然後 哇 大家我畫好了 可愛不可愛 所以叫做墨魚汁佐瑞生紙 吃貨好不好 好 我們試看看 有加這個墨魚汁的這個 會不會比較好吃 哇 很緊 真的好像喔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這是第一次吃這個 我不知道就是一般單點店的這一鍋 有沒有這個 這款東西 因為好像之前不知道在 可能滑IG的時候 有看到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 你第一次看到 還蠻特別的 吃一下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過它的也是那種豆漿 上面那種薄薄的那種味道很濃郁之外 還有多加了一點點的鹹味 那應該就是這個醬汁的味道 這邊都是最便宜的 我還忘記介紹蝦子 不好意思 再等我一下 蝦子介紹完 我就要開始吃了 剝完之後 它也沒有縮水很多 它的大小還是維持差不多 滿大的 蝦肉也可以喔 算是合格的 不錯 有那種海鮮的甜味 然後肉也很紮實 對了 不行 我一直在想到 這個生魚片 既然是魚餡點的 我們一定要試看看 讓它變成熟 熟食 不過只是做實驗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吃 生的這個鮭魚 所以我們就煮看看 把它煮熟之後 看好吃不好吃 鮭魚差不多囉 我們要看一下 試一下 也算蠻好吃的 油香蠻夠的 另外一種風味 好的 剛剛去看了一下 他們那個自助吧 有一個巧克力牛肉咖哩 對啊 巧克力牛肉 聞起來呢 好像跟一般的咖哩不太一樣 你要說它有巧克力味 好像真的有那麼一點味道喔 好像真的有耶 聞起來有點巧克力味 好 我們試一下 試起來跟一般咖哩不是很像 我覺得反而聞起來 巧克力味比較濃 可是當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卻不是來得這麼明顯 然後我是覺得這個老火湯 好像沒有到非常讓我驚豔 好像很多人說很好喝還是怎樣 這個是洋菜麵燥 帶給你的日本生食型的咖啡 建議下鍋煮三分鐘 哇 點了這個是另外一個烏龍茶的奶蛋 哇 這次我沒跟他特別講說要調甜度 它就是正常的甜度 還滿甜的 因為我本身習慣喝無糖啦 但是這個也不錯 好 各位 他們的這個甜點還滿有趣的 它是屬於自己做的 然後它旁邊有放一些什麼珍珠啊 然後一些脆片 跟一個QQ的類似麻糬的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麵茶冰跟那個香草的綜合 對 可以擠中了 我就擠中了 對 這個大概是這樣 然後對 他們這裡的冰淇淋的話 是沒有Huggen Dust的 料的話都放在那邊一陣子了 跟出來是Q彈的 然後這個綜合冰 好像沒有特別的那種麵茶 或者是香草的味道 不過就是甜味吧 然後再來吃一下這個有花生粉的 我最喜歡中間那個有花生粉的東西 還滿好吃的 但冰淇淋就還好 我剛剛去看了一下他們裝潢還滿漂亮的 然後廁所也很漂亮 吃一下它招待的干貝 對 吃一下干貝 它有點像是干貝絲的感覺 它雖然說是生食的 可是它還是建議我們去煮 但是招待的所以就只有一份 好 接下來就吃飯 不講話了 哇賽 各位吃完了 那我們今天兩個人用餐 是總共花費是1718 一個人是859 好 先說一下心得好了 第一個首先我最有印象的是 他們這裡的其實店員還有店長 真的是非常的客氣 所以一直謝謝來謝謝去的 那我覺得備受的 怎麼說的 就是用餐起來感覺很好 那除此之外的話 就是真的裝潢還滿漂亮的 然後下一次我來用餐的話 應該會選擇他們最便宜的價位 講老實的 我覺得他們的肉的話呢 比起像其他有些連 有些連鎖的同價位來說 肉的話我是覺得沒有到這麼的 怎麼說 其他間的話我會覺得比較好吃一點 老實講 海鮮的話其實種類也沒有到非常的多 但是像是蝦啊 還有那個小卷是算新鮮的 對 這個價錢呢 因為有加湯嘛 所以一個人就是加了50塊 然後那個老火 然後那個老火湯其實 原本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對對 好 那你覺得咧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服務態度都特別的有禮貌 請問會回訪嗎 暫時是不會 好 謝謝 對啊 我們都覺得服務不錯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喜歡看更多的吃到飽 記得鈴鐺跟訂閱都給他起來 那我覺得這間呢 是可以在這個競爭很激烈的 這個火鍋七八百的這個價位中 偶爾讓你想要吃點生魚片 跟喝點好喝的茶 可以來的地方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 喔 甜點喔 甜點那個麵茶的那個QQ的 我們兩個一致都認為很好吃 飲料很特別 就是他們現場是手搖的 有有有手搖的飲料 還蠻好喝的 這個不能結尾了 好 大家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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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